新北戈警案 台中家长带50刀入校等事件 近期校安事件频传 为了缓解师生紧张关系 台北市教育局宣布 预计最快这个学期开始 将在国中小学 事办亲师交流计划 把闲置的空间打造成亲师对话原地 以班为单位 让老师利用平日的课余时间 跟家长面对面的会谈 预计有20所国小 12所国中响应办理 但受民众坦言 办在平日 其实对于要上班的家长来说 不太方便 办不住了 公园里小朋友开心 溜着滑板车 每位都是家长的心头肉 不过近期校安事件频传 让各界对师生关系相当重视 对此北市教育局宣布 将在国中小学 事办亲师交流计划 邀请家长利用平日时间 到校和老师对谈 方案是蛮好的 可是主要还是看家长的时间吧 另外一方面就是 家长愿不愿意配合 有一些问题发生 其实不是 不是老师也不是这样的错 上课的时间就对了 这样对家长比较不公平嘛 比较麻烦一点 你找家里没问题的 这样来参加 可是有问题的家长 却没有来参加的话 我觉得那个其实 帮助不大啦 我觉得还是落实到 就是每个人的家庭教育啊 办在平日执行度有多高 家长们各有看法 而这个计划内容 是希望老师用周一到周五课语时间 事先统计家长出席意愿 交流形式则不限 一位老师对一位家长单独对谈 或是一位老师对多位家长团体交流 都可以由各班老师自行规划 邀请家长入校和老师交流 教育理念还有孩子的学习状况等 预计最快这学期开始 北市会有32所国中小学试办 希望可以增加老师跟家长之间的沟通 这个时间是老师跟家长 互相约好的时间 那家长他虽然平常可能要上班 但是如果有需求 他本来就可以安排他的假期的时间 新计划即将上路 家长看法不一 但最重要的还是希望 可以再强化校园安全 街道局黄明圣台北报道